五星期间报 带来到金钱背后的故事 我是杨时光 今天亚洲股市再度展现出一个 黑色星期一的沙盘气氛 当然我们要注意到 从整个1月4号开红盘以来 全球面临的是一个 历史上最糟糕的新春的红盘表现 特别是美国股市 更是道主指数从1897年来 一个世纪以来 最糟糕的第一周表现 总共整个道主指数 全周点掉了1078点 跌幅超过了6个百分点 我们就要观察 整个QE的退场 使得过去这8年来 一个货币的幻觉 遭到了刺破 加上我们看今天 陆股再度重挫 今天大陆股民都在高喊 熔断机制在哪里 每个人都开始怀疑 这个熔断机制 假如有熔断机制 会不会赔得少一点点 所以我们看到 今天包括陆股 中厂是以大跌作收 再加上我们看到日元出现强升 全球资金似乎已经找不到 更好的去处跟退路了 所以我们怎么观察 第一我们从全球市场 我们邀请到菜生菜老师来做观察 那另外我们看到 上礼拜五美国公布的就业数据 美国似乎升息的脚步越来越快 那另外我们看到 中国的通货紧缩的发展 那供给车的改革 使得中国政府 似乎并没有旧市的措施 跟企图心 怎么观察 我们请到四位来宾 好 第二位请到是 居宏网的左足臂 邱志昌 邱老师 好 第二位我们请到 好久不见的 形态大师 蔡生 蔡老师 好 第三位我们请到 资深美丝 叶俊敏 好 第四位我们请到 资深才记者 丁万民 好 我们先看 Kill Game 这个杀人游戏 为什么叫杀人游戏 这次是一个很惨淡的 一个新春红盘的发展 特别是1月份的第一周 全球股市面临了股灾 台北股市更从8000点以下 一路绷杀 那今天台北股市 正式再度确认 10年线的失守 中场指数是跌破了7800点 所以整个全球市场 似乎面临的是 资金苦无退路 跟苦无去处的一个变化 所以到底还会跌 今天在亚洲盘当中 道琼电子盘一度是开低走高 从下跌白点 到一度回到平盘 可是下午盘 我们看整个东南亚股市 跟大陆股市 以及已经开盘的 俄罗斯股市 继续重挫的退之下 道琼电子盘再度 遭遇到极大的压力 所以这一波的跌势 到底在哪边 那我们看到 每天都跌两三百点 可是目前还是没有看到 一个巨量藏黑的 止跌措施 所以差不多 我们就来做观察 另外我们看到 这是过去一周 全球除了美国市场之外 各国市场的表现 观察都红红的 为什么 因为在国际股市当中 红是跌的 绿是涨的 所以我们看到 全球市场一片红彤彤 包括我们看 几个比较熟 大家熟知的 像汇丰银行 过去这一周 跌掉了八个百分点 所以我们看 全球的主要的大型股 都出现重挫发展 包括美国的S&P500 已经超过200家的公司 短短的一个月时间 跌幅超过了一成之上 所以目前美国股市 正式的从长多 变成长工的讯号 几乎是得到了确认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指标 就是日元 因为全球线资金 没有退入 资产价格不断的崩溃 使得日元 又再度受到 避险一个需求 所以我们看最新 特别是从投机的 一个仓位做观察 由空翻多 这也是过去 非常长的时间 第一次日元 在这个国际的企业交易所 出现了多单追价动作 所以大家看好日元升值 网上是日元升值 所以目前我们看到 整个日元升值的一个发展 到底会什么变化 好 上次我们观察 我们当然从美股来看 最后看到入股 现在这一波的沙盘 特别是去年8月份的崩跌之后 其实经历了三个月的修正 反弹跟逃命 那这一波的下跌 是组跌段的开始吗 投资人要怎么做观察 您的解读 如果就长线的结构 我想组跌段都还没开始 组跌段还没开始 因为等一下给各位看 整个大的月线 记得上次我来讲 我上次讲这个道琼 道琼 对 我讲到这个规模 我那时候是不是讲 这里破线之后的规模 那时候是跌破了一个颈线 其实右肩的颈线跌破的时候 我讲这规模不会小于 8月那个崩盘的规模 对不对 那讲完之后还谈了500点 那我那时候不是讲 那时候大概17200点 我上上面大概是500点的风险 那下面可能有5000 那我那时候可能是讲2000点以上 我给各位看 这个就是大的头肩顶 周线 现在动不动都要拿周线月线了 这个地方是左肩 这边谈上来是右肩 对 那右肩呢 结束这个已经做最称了 最多呢 下来颈线再做一个什么 颈线的一个整理 对 然后再破线 也就是说这个17200点以上 到17700点这里都压力了 就是反弹就是我上次讲 17568这里就是压力区 是 然后最多到1700 700多点 刚好就是谈500点 那这个地方到这里大概1000点 那一旦跌破了颈线之后 跌破才能算 还没跌破你还可以再保佑一下 还可以念念经 念念佛 那一旦跌破这个地方会等于这个地方 同等的跌幅2000点 那这个头有这么大 这个头至少也大概有两年了 对 那这个两年的头 它不会只有短短的一波 通常都会有两波 分成白话 两年的头部就主力 其实出货已经出了两年的时间 也对 基本上家底都卖光了 对 你看前年底欧盟QE上来的时候 在上面做头就做了一年多了 那你看光是到仅限1000 跌破因为这里距离大概2000 所以这个第一波2000 第一波2000 那往下又2000 那也就是说一旦真的跌破掉了 就是我刚刚讲 你在这边做空的风险就500点 那往下的利润有5000点 在技术面操作是这样的 当然不信的话 做空就是这样 不信它就翻回来 我们的压力需求停损而已 对 但是对的话就是赚5000点 最少最少可以赚到3000点 就是第一波的跌幅满足 所以这个要小心一下 你现在念金就要念16100点 那也不是不能破的 对 那个要稍微让它保佑一下 那另外这个德国 也是看周线 好 德国也是周线 这个是上升的趋势线 已经破掉了 那实质上最重要的是 这个红色的大景线 这个也超过两三年了 那这个地方 也就是前滴跌破 那这一波会等于这一波下去 那就表示景线会破 那景线破 我在技术分析上也特别强调 要计算跌幅满足的话 要以完整的头部去做计算 那这个头部一旦完整的话 那计算下来这里就是一个头肩顶 对 所以前滴这个地方 也就是9300点 就台湾的7200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也要保佑一下 那另外 我们还看最近的 这是澳洲股市 就在美股没办法创新高的时候 它突然往上急谈 对 突然往上急谈 好像这个我们讲过 澳洲是去年五月份 亚洲里面这边 第一个破底的 第一个弱势的一些国家 那拉那个弱势的 让那个结果强势的先下来 道琼先下来 是 那最后它也发生了什么 所以弱势股就是这样 V型反转 是 V型反转这是一个 在股票叫投机股才会有的 对 那在那个股票市场 只有弱势的形态 才会产生V型反转 那还是一样 它还是所谓弱势整理 是 那这个麻烦了 那另外 菲律宾我们这次拿周线给各位看 因为菲律宾跌很惨 今天东南海股市包括了香港 包括了新加坡 都已经跌破了八月份 台北股市7200点的相对位置 也就是像香港股市 几乎是创下大概四年来的新低 新加坡股市也差不多 都速度很快 我要强调一下 香港虽然说是中国香港 它不等于中国 就像台北 台湾台北股市有很多的中概股 但是台北的股市不等于中国 那是更添的一个 所以说你不要把香港 把它当成中国的股市再看 那个一定会有一个很大的误差 那我们看菲律宾 菲律宾这一波从8000多点跌下来 对不对 那跌也跌到现在剩下6000多点 那你要看之前是1600多点涨上来的 1600涨到8000多点 只是在说 你看技术面一看 我们把时间拉长一看 从1600多涨到8000多 目前也不过是跌1000多点 对 那这个头部现在已经破线了 是 破线就开始可以计算它的跌幅满足 因为这一波会等于这一波 是 那如果说破线 我们以完整的头部来算 也大概在这个地方 这是细算算得出来的吧 大约在5700左右 是 就是起涨点这附近 对 所以说你看它跌了那么多 从日线上还一跌再跌 好像跌那么深 你要去捞底 你千万不要捞底 因为在空头 因为我今年已经跌29年了 去年我都讲28年 对 29年的股票市场经验当空头来的时候 不要去摸 不要随便去摸 尤其是头部的颈线 对 不要随便去承接 宁愿错过也不要做错 再讲一次 那这样子的话 下来大概又回到这个地方 所以你看它跌那么多了 但是问题是 它是从1600多点涨上来 涨很多上来 即使说回到5700 它也是涨很多 是 没有什么不合理 非常合理 对 那你等一下1000多 再跌回去4000也很合理 对 还是涨两倍 还是涨很多 对 所以说你不能说 这一段时间它跌了多少 而是你要看长线的结构 它是怎么样 来 这是泰国 这个泰国上市 常常拿泰国来讲 都是周线 泰国也破前提 对 这些都是弱势的 然后这个就是大的M头 双头 这个头做了三年 三年现在才破 那破是一个跌势的开始 大不了再让你做个逃命 然后再下来 不管怎么样都是跌 至少再跌三年 对 最少以头部三年的话 一般来讲 折半也要一年半 是 这跌势连足底 对 那跌势连足底可能要三年 但是跌势的话 减掉一半 大概一半的时间 大概也要一年半 所以现在才刚破 那第一波是看在这里 第二波在这个地方 在95亿这附近 因为那么大的 我们不会只算一波而已 大部分都会算两波 它的一个跌势 对不起 第一波就是这个地方 95亿 那三年的跌势 我们看它会不会第二 因为它也是从这个380 涨到多少 1600多 涨了四五倍 涨了五倍 从380点涨到1649点 那现在不过修正回来 1200点左右 是 对不对 那跌到我刚刚讲 第一波951点 还是涨很多 它还是涨很多 所以你要用长线的眼光去看它 不能以那个 说现在跌多少 而是你要看这一大段时间的 一个整个形态 而且我们看到菲律宾跟泰国的货币 其实基本上 已经跌破2008年的低点 所以以匯率来讲 要破底都是有可能的 更不要讲说还虽然跌那么重 但它其实过去累积的涨幅 非常的惊人 那这些国家都是去年五六月份 我讲古温 那个亚洲的古温整个 对 整个那个蔓延了嘛 是 所以包括新加坡也是一样 所以上个月我写个文章 我还写得很聪动 那我讲如果我们不聪动一点 大家也听不懂 对 我讲全球股市死亡的阴影 那时候还排除了大陆股市以外 那在1月4号大陆股市也破了底 这个等一下再讲 那新加坡股市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大头部区 是 这个时间也这么长 那目前刚好在景线附近 那这个一旦在跌破 那低点已经破了前低了 在技术面前低跌破 就可以算跌幅满足出来了 这一波会等于这一波 那这一波就表示它会破线 那破线的话 那这个距离一下来 这个可能又到2100这附近去了 是 所以这个也是 你要保佑的时候 也是要保佑这个景线 要千万要守住 是 如果说这个礼拜如果破掉了 那麻烦了 那事情就大调了 今天就破掉了 那现在还是一个下影线 好 对 我们要看周线 但是就技术面的结构上 是非常不妙 那另外还有这个日经 日经这里不是 这个上次就是它降息 是不是 对 世光有讲到 这个是很迅烂式的一个自杀 自杀行动 现在完成了 然后一跌跌掉这么多 已经跌掉大概2000点了吧 那现在一个重点就是 虽然说它回到景线上 有机会 因为这个是一个头部区的满足 有机会在这边做震荡 但是我们看长线的结构 这个景线 来了一次之后 不能来第二次 从这个结构 像我在讲油价 上次我讲到48美元 那是长期原始上升 第一次会反弹 去年出的时候 一年前的事情 第一次谈到60 当它第二次再下来的时候 我说不能再下来 再下来就完蛋了 对不对 就跌到30几 这个也是道理都是一样的 你第一次可以来 但第二次是不能来的 再来的话 那表示你这个头就做完整了 这个头你看有多大 这个头 这个也是一年两个月以上 那跌破 还有一大段跌幅满足要算了 所以这个很麻烦 那现在就是本来还有机会的 就是上证指数 上证1月4号 就刚好熔断的第一天 熔断第一天 那我也讲 这一次的跌 绝对不是因为熔断的关系 涨跌幅3% 5% 7% 10% 它不会造成长期的 那个形态的一个改变 我不能说我长期看多 那个上证就拿这个来堂塞 这个本来就不是理由的 也就是说那个不是 也就是跌破支撑 一定有它的原因 不是这个涨跌幅限制的关系 绝对不是涨跌幅的 那既然跌破了 这个很好玩 1月4号 我这一天刚好在 10点多 刚好去长沙机场 那这一根长黑 我刚好也是在大陆的机场 刚好飞回来台湾 是 两天我都刚好都站在飞机上 都看不到 那长沙机场 我不知道它是很阴险 还是怎么样 我一冲进去 这个机场开始 我大陆手机有 它的那个四机的 那个中国移动的那个门号 一进去就收不到讯号了 完全无法上网 电话可以打 但是上网完全无法上网 所以说我下来的时候 已经一根长黑出来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 停损就是3399 是不能破的 我一直讲 你再怎么看好 但是支撑一定要看好 要看好停损 一旦跌破了 那你高持苦要减碼 因为它长线的结构上 它是拉抬带量 但是下跌是无量的 对 无量的话表示它有机会 在做什么 在另外一个形态 扩底的动作 但是既然已经破了 那你就必须要做什么 做减碼的动作 尤其融融姿操作的人 有时候一急跌下来 你连断头都断掉 你看不到以后的那个多头的结构 对 那我很少有遇到这种衰事 就是说3399跌破 我没有办法动作 就是因为我在飞机上 是 但是我隔天还是会动 对 你知道上证两倍的话 100张差50万 200张差100万 对 那问题说你遇到的这种事 你隔天该动作 还是要动作 停损要看好 一定要严格执行 要不然的话3399破 就一定动作 那没办法 在飞机上 那没关系 那也就是说 这个形态上 他已经做了一个破坏 是 那你要等什么 等他形态上的改变 那可能会有一段时间了 是 因为怕 因为有时候 台湾有时候 像有时候低档出来 可能跌到那个 可能5000点是一个 6000点是一个 一个很大的支撑 但是突然出现 有一些你无法掌握的 那个非系统性的一个风险 所谓的黑天鹅事件 你遇到那种事 你融资不趕快处理掉的话 你在底部被断头 那是人生最悲惨的事情 好 那我们看一下 上证之所以 跟上一次那次 長黑不一样是 这一次的五分钟 下跌是带量的 对 因为他每一次的下跌 都不带量 但是这一次下跌 就是第一天 这个地方下跌带量 带出大量来 然后一带量之后 破了 你看3399一破 那这个支撑 我们讲破支撑 或是突破警线的时候 他的涨势跟跌速 都是会加速 加快 所以说你这个动作 就要快一点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人民币 这是人民币 人民币 上次我们讲的支撑 现在这个 往上是贬值 那也就是他现在 除非他生破6.49 上次是6.38 现在提高到6.49 也就是生破6.49 这个整个贬市才会改变掉 对 那还没生破之前 它还是属于贬市的结构 还在贬 那你就注意这个一个价位 6.4 就6.5左右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摩根 摩台台湾的 对 新加坡的台湾指数 对 摩台这个规模很大 每一次的假突破规模的很大 对 那这个地方刚跌破 那上次我们来讲 不是讲到 由金融股带头领跌的吗 是 红色线就是金融 金融类股率先跌破 那现在金融类已经破了前低了 7.2 对 已经破前低了 那就可以算跌幅满足了 那个你有看过我书 你自己去算 我也不想说在这边 看虽 对 看虽 那个自己去算 那你看 其实在这段期间 那个台北指数 或摩根都有反弹 只有金融股 它是弱势整理 对 那为什么你看 现在国安基金不是 是进场在互盘吗 是 那为什么让金融股 连弹都不弹 为什么 那金融的情况政府最清楚 对 那你这样想就 这一个常识问题了 他不敢去互金融 是 对不对 对 然后你看 自从他去年八月 开始国安基金快进来 你去看八大行库 只要跌就买 涨就卖 跟在玩短线 就是在玩短线 那你想 一个长期多头的 如果说你是看一个长期多头 底部的一个形态 那你有可能今天买 明天就卖掉 你买了 当然是买了 放着 然后涨了30% 50% 再来卖 但是台湾不是这样 这等于政府领头 带队在做这个赌博的 你知道 是短线 直接在这边赌了 低档就买 高档就买 只要跌就买 涨就卖 但是我讲 这四个多月以来 八月到现在 操作非常完美 都有低买 有高卖 但是我跟你讲过 短线 你只要有一次错估形式 那全盘皆输 蔡老师 那我们从摩根的 摩台的这个形态当中 台股跌很快 有没有可能有止跌的机会 还是现在就是翻残空了 不要去摸底 因为金融 我刚刚讲 金融已经率先领跌了 对 率先领跌 它的结构上 就我常常讲 如果8000点是底的话 他不会今天买 明天就卖 对 对不对 那长线你说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 以前讲过 它的中间值在7000点 是 中间值在7000点 7000点之上 所以说他为什么 未接在这个地方 不敢去长线持有 对 反而你看一下越套越 像你看摩根好了 摩根的高点 从反弹以来 也是一样 从这波反弹以来 高点越来越低 短卸越完越短 对 本来是拉上来的 那高点越来越低 那买起来就卖 买起来就卖 它越套越多 套给谁 还是散户多 那你在想 如果说 当这个外资 外资现在还是其指多单 对 但是你要知道 外资翻脸跟翻书 有看过这种情况 是 如果说 当美国股市 没办法止跌的时候 对 你在这边又继续买 那你知道 外资它的成本 绝对不是在七千八千 那个世光一定很清楚 他离七千八千以下 一定是好几千点 对 所以说即使说从八千点 一路灌压到七千点 他都是在做什么 獲利了结的动作 所以当然 如果说欧美 尤其是美国股市 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对 那这个会麻烦 不过有个好处 上次我讲到那个 德国两千点的结构 对 双胞胎哥哥 他是从二月起跌的 也就是说 现在就要祈祷说 现在大家都要跌到 刚刚我讲的那个大景线来 对 看有没有办法 再盘整一个月之后 再来起跌 对 要不然的话 那这一次恐怕 你如果说在这边 互盘月买 可能到最后 也是会烫到的 那我们希望说 不要发生这种情况 我们特别观点 因为外资今天还是在加码 有两万三千口的进多单 这一次最恐怖的是 外资手上除了大笔多单之外 他在选择权当中 是没有避险部位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外资在齐全的 操作当中扣掉套利也好 扣掉了正义架杀操利也好 基本上外资部位是非常大 所以是不是台北股市 非要等到外资停损 过去我们常看几次的低点 就是外资出现停损的时候 台北股市才会看到低点 尤其是还在摸底 到底这个摸底摸得住摸不住 我们要观察 所以我们进往之前看一下 今天大陆股市 因为大陆股市今天 熔断机制不是被骂翻了吗 上礼拜把熔断机制给取消 可是今天大陆股市的股民 全部都说我们的熔断机制去哪里了 假如有熔断机制 今天股民不会那么难过 因为今天跌市跟有熔断机制是一样的 所以今天整个陆股市开低一路走低 包括我们看深圳指数 中场是大跌了6.21% 那上海跟深圳的B股 跌幅更是来到了8% 所以假如熔断机制没有取消 今天我们一定会看到陆股的熔断 但至少它的熔断不会使得这个陆股间跌幅之那么惨重 所以到底这个市场发生什么事情 整个价格机制出现失联变化 而且观众注意到 越跌量越缩 变成了有行无事 这8年来的资产泡沫 为了用更多的资产泡沫 来解决之前资产泡沫 而这个泡沫是不是已经 而且正在不断地被戳破当中 所以我们今天要广告回来做观察 为什么美股股市上个礼拜会创下 历史上1897年来最惨的开年的表现 我们今天的广告 快去做进门观察